Hello,大家好,我是李大美 在这边告诉大家一个很不幸的消息 我痒了 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我痒了,你知道吗 我先说一下我的症状嘛 我的第一天是嗓子有一点点痒 但是是那种很干 我以为是我前一天喝酒了,上火了 我就没有在意 喝了板栏根,喝了999,喝了两包 第二天呢,就是直接低烧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上到高烧去 就是全程都没有吃过任何的退烧药啊 我就以为是我穿少了,感冒了 因为我平时穿衣服也不是很多嘛 平时体质确实也比较好 第三天退烧了 全天都是36度多 从来都没有到37度 我以为好了嘛 因为就以为是简单的感冒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上一个视频 在我发烧以后 我就立马马不停蹄了 开车出来酒店自己隔离啊 我没有跟前夫说我在酒店 我跟他讲 我来了那个我姐妹家里 但是我住的这个酒店就在离我姐妹家旁边嘛 哎呦,其实我应该猜到自己会羊了 特别是今天啊 因为我们那天去唱歌 四个女孩有三个已经发烧了 这三个包括我啊 我的症状是最轻的 他们都说是我的体质好 因为我来说吧 很多人羊了以后他会难受 会骨头酸疼 会像吞刀片一样 我呢没有高烧过 就是那天睡了一天 然后今天就好了,没事了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任何感觉不适 为什么我说我现在羊了还出来啊 因为我们家里那个唯一的一个体温计被我拿出来了 呃,小王今天好像也有一点咳嗽 孩子刚刚我儿子告诉我说 刚刚我儿子跟孩子他爸讲 说头有点晕疼疼疼的嘛 然后我那个体温机不是二十四小时贴着吗 被我拿走了 我车上备了一些酒精 还有什么湿巾 给他们拿了一点抗原 哎,真的是 有想过自己养过 但是我是宁愿一个人得的 不想去太影响家里面的人啊 因为发烧了 不管像我这种体质再好的人 发烧该不舒服还是一样不舒服 我昨天都能顶着高烧38度 都把车开出来 我今天已经完全恢复好了 但是还是小洋人一枚啊 咱们也不影响别人 在上下电梯的时候呢 也用酒精消毒 然后车也是只开了自己的车 我现在先开车 一会直接到家门口 把东西放到门口我就走 全程都不会有接触 现在把这些东西拿不下去 我在这个家门口上啊 把东西拿给他了 我拿了一件衣服还有两盒茶 因为我现在特别不想喝白开水 我全部都是喝菊花茶 现在拿上东西 已经到酒店这边了 穿着睡衣满大街的跑 其实这个事情我还是非常难过的啊 就简单说几点嘛 第一吧 你毕竟是家里第一个羊的 大家一定会把所有的错都怪到你身上 还有一点 刚刚回来路上小洋给我打电话说 我儿子现在也开始有点低烧了啊 37度9 马上也要38度了 而且 哎呀 其实我心里面也很内疚 但是更多的也很生气 这个东西怎么说吧 其实早得晚得 99%的人也都会得 只是说谁先得了 谁就是这个家的罪人 刚好我也当了这个罪人 以为我得了 我不难过嘛 其实我也难过 我也不希望自己养啊 没事谁想要自己生病啊 发烧的时候那他不难受吗 还有第二点 就是孩子的爷爷 然后打电话跟我妈妈说 就一直说我乱跑啊 怎么样怎么样的 其实就算我不乱跑的话 年底了福建大家都回来了 第一波回村 第二波回村 第三波回村 每个人都来家 你就确定他们是 都是没有症状的吗 你就能确定说 天天过年那么多人来家里面 就没有被感染的吗 你也确定不了是不是 其实我也很能理解 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有一点气愤 把这个罪怪到我身上 其实我一个人出来隔离 我不可怜嘛 我半夜了 我没人给我倒水 我放个水壶 我自己天天晚上喝水 我第一天 就是在孩子他爸家的时候 白天是还好 那天晚上烧的时候 我一晚上都是一个人扛过来的 我地上我也很疼啊 我头也疼啊 我也不舒服啊 我弄的水杯 我半夜前自己接三四次水 我一天喝了四五升的水 其实每个人嘛 在心里面都是 会有一点自私 也是可以理解 我这个人 有没有人关心 我也无所谓了 因为 为母则刚忙 我也觉得这些事情 对我来说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也没有那么矫情 我个人看来 其实这个东西 大家都会得就像普通的感冒生病一样 只是每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 只是说我是真的是比较幸运的那种无症状的人 我还能顶着高烧去开车什么的 然后我还能给他们送温度计 从我这边到他那边20公里来回40公里 就这样这两天我都是这么开 最近几天我都不会再回去了 家里面有药 但是我连药都没有拿出来 什么感冒999 我这边也没有 板栏根我这边也没有 布洛芬我这边没有 唯一的温度计 我也送给他了 然后我刚刚去药店呢 买了一根水银的 花了15块钱买了一个温度计 就这样子吧 觉得自己不舒服的 就自己两两侧子 还是可以的 算了 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说再多也没有用了 更多的是要去照顾好自己 不能倒下 都说第二天跟第三天是最痛苦的 但是我没有 我今天第三天人还好好的 相信下的时间就是应该我这个状态吧 最多就是会咳嗽几下 然后我多喝喝水 再等个五六天再测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这期跟你们分享到这边了 希望呢 没有羊的人注意好防护 羊的人呢 注意好保护自己 好好照顾自己 多喝水 不要乱吃药 不要乱七八糟的药 什么都吃 这个东西吃多了 还是肝脏会有负担的 也不好 就像什么布洛芬呢 不能跟999同吃啊 七七八八的 就发烧了 就吃个布洛芬就可以了 其他情况下 没事的话就不用了 有症状的人呢 就可以去吃一些莲花 清昆呢 我没有症状 就打算什么药都不吃了 就这样子 呵呵 养生的菊花上就可以了 好了 分享到这了 拜拜 拜拜